欢迎回来 换点完毕 这里是冲浪普拉斯的城市中国系列 第77夏季 书届上回 我们说到了海陆丰的假币产业 遭到了打击 倒回产业链易如反掌 但是体会过一日印钱 十万张快乐的陆丰人 认识世界的角度已经发生了偏移 畸形暴富带来的刺激感 成了陆丰人难以戒掉的毒品 在这种新颖的驱使下 一些人将罪恶之手 伸向了真正的毒品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 毒品就伴随着假币 越过漫长的海岸线 进入到了陆丰 而陆丰市的甲子、甲西、甲东三镇 被合称为三甲地区 毒情最为严重 被毒品走私犯 视为运输毒品的黄金通道 1999年8月 陆丰市三甲地区 被国家禁毒委 列为全国17个毒品 危害重点地区之一 在打击假币的同时 禁毒行动也在陆丰轰烘烈地展开着 2002年 陆丰市公安局成立了 缉毒专案组 重点打击各大毒销 此后两年间 以陈强盛的人为首的 五个重大制贩冰毒团伙 相继落网 陆丰的毒情得到了缓解 2004年 国家禁毒委宣布 不再将陆丰市三甲地区 列为国家禁毒委 挂牌的重点整治地区 但遗憾的是 这场21世纪初的打击行动 其实未能将当地的 制贩毒网络彻底摧毁 时任陆丰禁毒办主任的林春佳 后来反思说 整片区成百上千的人 参与了制毒贩毒 被判处了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却仅有59人 此外 最重要的一点是 当地群众一直没有找到一条 合法致富的途径 当时陆丰民众的正当营生 只有出海打鱼 养殖虾蟹和种植荔枝等少数几种 每月收入也就1000多元 而如果去参加挑减提炼 用于制造冰毒的麻黄草 每天的收入就可以达到两三百元 几年后 服刑人员刑满释放 他们只会重操旧业 这无疑会推动毒情的复发 再加上冰毒的制作手段也在更新换代 在21世纪初发现的案子中 制毒团伙只能通过基础药物麻黄碱 制造冰毒 但2006年左右 直接利用原材料麻黄草 制造冰毒的技术传入了陆丰 根据南方日报的报道 只需要一个塑料桶 一台洗衣机 一个高压锅 一台冰箱 一个发电机 还有几种化工用品 就能够将麻黄草制成冰毒 而要买齐这些设备 连1万元都用不了 制毒流程的简化和分工的精细化 也使得参与制饭毒活动 变得更加简单且隐蔽 制饭毒活动 又重新在陆丰这片土地上泛滥起来 且毒情变得比10年前更加复杂 公安局抓获的嫌疑人中 有20来岁的90后 两个孩子的母亲 还有一过花甲之年的老大爷 这些人多半是在朋友邻居的带动下 开始参与毒品制作的 但令人痛心的是 他们实际上 连麻黄草的用途都不了解 还以为提炼出来的药水 是卖给药厂制作感冒药的原材料 却也成为了毒品产业链的一环 这背后 善伟地区的宗族文化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善伟的很多村庄 村子里基本没有外来人口 本村内部联姻 90%以上的村民 都是同一姓氏 因此 一个村庄里的人 基本每个人 都能七拐八拐地攀上关系 形成一个巨大的人情网 甲溪镇某个1万多人的村子 每一家都能找出两三个 参与制饭毒活动的亲戚来 如果算上外围的运输、采购等环节 该村涉毒人员不少于1000人 这个村子的情况 还不是最严重的 根据广东省公安厅 对《鹿丰扫毒行动》的通报 毒情最严重的村庄 直接会间接参与到 制饭毒网络中去的村民 达到了全村人数的20% 这些村庄 就是电视剧《破冰行动》中 塔寨村的原型 博舍村 博舍村是一个典型的宗族式村庄 它古老庞大又封闭 远离都市和现代法治文明 发展到21世纪时 村中仍然只有两条主干道 其余全是蜘蛛网般的小巷子 基本没有外来人口 1.4万名蔡姓族人 紧密地聚聚在一起 根据蔡氏族谱 博舍村是由蔡氏始祖 蔡登莹 于800年前建立的 在此后800多年的历代繁衍中 共分化出了三个大房头 和20多个小房头 构成了一脉相承 又复杂纠缠的宗族关系 宗族内自成一体的形式规则 以此维系着博舍村的内部运作 宗族观念 可以说是埋在博舍村骨穴里的 在生意场上 这种宗族纽带 往往能够促使同村村民之间 互相帮衬 共同致富 而这种凝聚力 也往往围绕着一个核心人物产生 每个房头的组长 或者说当地人的俗称 老大 就是房头的绝对领袖 担负着治理本房 和对外交涉的指责 在博舍 如果发生了口角 甚至肢体冲突 大家极少会报警 正式选举 而是由村民们通过经济实力 家中南丁多少 有没有外部势力支持 品德与威望是否服人等要素 共同推举而来 而博舍村投房的蔡东佳 有一个担任村理会成员的父亲 有兄弟五人 又在九十年代时 通过在深圳等地做生意 积累了一定本钱和人脉 宗族威望 南丁兴旺再加上经济实力 蔡东佳理所当然地成了投房 乃至整个博舍的老大 1999年 蔡东佳被正式选为了博舍的村主任 和基层管理两个层面 都成为了博舍村的领导者 一位驻村警员在接受采访时 形容蔡东佳就是博舍的精神领袖 连博舍祠堂开工的日期和时辰 都要按照蔡东佳的生辰八字来决定 然而 正是这个精神领袖领导着博舍 走上了成为第一毒村的道路 关于这条路是从何处开始的 坊间说法不一 但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 九十年代末 博舍村邻村的支书 开始做起了毒品生意 而身为支书家表亲的蔡东佳 由此首次接受到毒品 被其中竞争的利润所吸引 迈入了制藩毒品的大门 相比其他生产性工作 制造冰毒的技术门槛并不高 如果有人带着入门 不过数月就能学会 警方曾经抓住过一个初中生 年仅15岁 就已经熟练掌握了制毒技术 但是 他能带来的财富回报 又是其他工作拍马不及的 2010年以前 一桶提炼好的50公斤重的 制毒原料麻黄剪 售价为200万元至220万元 只需要三个星期 这50公斤麻黄剪 就能够制造出25公斤的冰毒 在当时可以卖出500万元的价格 扣除掉人工费 电费等其他成本约30万元 仍能够净赚250万元以上 于是 在宗族纽带和巨额利润的作用下 一家又一家的村民 被带下了海 开始制贩毒 而很多没有直接参与到 制贩毒活动里的家庭 也间接承担了提供融资 场地的职责 2006年 麻黄草制造冰毒的技术在该地区成熟后 博舍村的毒品生意也越发猖獗 同年 蔡东家被选为博舍村的村支书 身份再次提高 而早期职业参与制贩毒的蔡东家 也开始转入幕后 更多地为制贩毒团伙提供保护 统筹全局 蔡东家提供的保护基本为两种 一是在预知抓捕计划后通风报信 二是事后走动疏通关系 保人捞人 从2005年到2008年 全国涉毒案件涉及陆丰的有1700多宗 可在陆丰本地 这三年间却仅侦破了23宗案件 缴获的毒品不过25.15克 抓获了区区25人 其中大部分还被取保候审了 有了蔡东家充当保护伞 博舍的制贩毒团伙有恃无恐 更加疯狂地制毒 早期 博舍多采用感冒药为制毒原料 国家严控药品销售后 博舍就从福建、内蒙古等地 直接购进麻黄草来提取麻黄素 据称制贩毒团伙会找上一家小药厂 跟其达成合作关系 然后打着药厂的旗号 用大卡车一车一车地去买麻黄草 拉回村后 就在海边或山上搭建的五六百个简易棚中 进行禁煮、萃取、酸胶换等加工 麻黄草的残渣 成堆成堆地堆在路边 废弃污水成吨成吨的排放 使整个村庄都散发着浓重的化学品味道 连树上的叶子都被化学品给熏没了 到2010年左右 来自陆丰的冰毒已经销往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市 当时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冰毒产量都来自陆丰 而博社村的冰毒产量又是陆丰的第一 当时中国的毒品产业链有句顺口溜 生意做不做关键看博社 在离博社很近的普宁市赤水村 也出过一个名为陈炳熙的大毒销 此人和公安部A级通缉犯刘昭华一起 制造、贩卖、运输冰毒共12.36吨 相当于1998年 全世界查获冰毒总和的两倍 在当时这些冰毒的售价高达55亿元 因此这起案件也被称为世界最大冰毒案 这二人再加上一个缅甸毒王谭晓琳 并称三大毒销 然而这三人所犯的毒全部加起来 都没有蔡东家指导下的博社村 在那几年卖得多 博社的冰毒生产量 甚至会对冰毒的市场价格造成极大影响 在2013年 博社村的冰毒产量太高 使得全国乃至国际上毒品黑市的冰毒价格 从25万元每公斤 骤降为2-3万元每公斤 甚至最低的批发价格 不过8000块钱每公斤 在当时只要找对了门路 一包二三十块钱的烟 或许就可以换到一颗的冰毒 蔡东家冰毒教父之名 由此而来 与此同时 从博社出来的有钱人 好像也越来越多 走在外面 别人一眼就能通过博社人脖子上挂的 小拇指粗的金链子 认出他们的身份 博社村中盖起了许多装修的 富丽堂皇的三四层小楼 祠堂更是修建的密密麻麻 甚至2011年 博社村还耗资上千万元 翻修了村中最古老最大的祠堂 但这样的景象 就像一朵英素花 美丽但有毒 即使是这样一片英素地 身处其中的参与者 收入也是分等级的 25公斤中的冰毒 一般来说能卖500万元 但分给最下层负责制毒 运输等人员的 不过三四万而已 后期随着冰毒价格的下滑 这些下游人员的收入只会更低 大头则全部被如蔡东家这样的毒枭 和他的兄弟亲信们收入囊中 少数人的暴富 却直接拉高了当地整体的物价水平 由此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夸张 放眼整个博社村 我们能看到一根大理石柱子 就价值30万元的蔡东家的别墅 也同样能看到许多墙皮斑驳的低矮旧屋 高高低低地夹杂在新建的小别墅之间 路边服装店一件最简单的T恤 面对带着金链子的博社人 要价能高到200元 但是其他人来买 要价就仅为50元 而他们仍需要跟老板砍价半天 才能狠心买下 更严重的是 毒品行业一直在进一步 破坏当地的经济生态 蚕食其他产业的生存空间 博社村所在的陆丰市三甲地区 在当时已经几乎没有实业性的工厂了 方圆百里都找不到 除了农活之外的生产性工作岗位 面对这片只有制贩毒产业的土地 外地投资商当然也望而却步 生怕谈合作时 就被缉毒警察一起当作嫌疑人误抓 工厂停工投资商绕道 毒品榨干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养分 使陆丰的经济环境 成了一片寸草不生的严检地 而在这愈发贫瘠的土地上 能够盛开的 又只剩毒品这朵恶之花了 陆丰毒情的严峻情况 再次引起了上级政府的注意 2011年 国家禁毒委员会决定 再次将毒品危害严重的陆丰市 列为挂牌整治重点地区 其中博社村是重点中的重点 2012年 省禁毒委派出工作组进驻陆丰 拉开了陆丰禁毒大战的序幕 在近一年的前期筹备和侦查后 工作组终于等到了 把以蔡东家为首的核心制贩毒团伙 和其老巢一网打尽的机会 2012年12月29日凌晨 一场代号为雷霆扫毒的清剿行动 在博社村热血上演 这场清剿行动 集结了由异地调遣而来的 3000多名公安、武警和边防战士 所组成的109个抓捕小组 并调用了两架警用直升机 和在博社村海湾巡防的边防快艇 形成了一张海陆空的立体围剿网络 作为远近文明的独村 博社村长期被外界称为堡垒村 它仿佛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型自治区 内有黑保安、外有明暗哨 更外围的交通要道 还有探风点 探风点设置了摩托车队组成的望风队伍 若有陌生人展现出想要进村的意向 这些人就会拿着钢管在一旁敲打 展示出威胁的姿态 并及时报告给村中的老大们 更重要的是 博社已经出现了枪毒同流的现象 许多博社村村民手中有纺制手枪 甚至还有AK-47、土制手雷等杀伤性武器 随时可能暴力抗补 数十名警察进村侦察 被数百名看热闹的村民围堵的情况 时有发生 对博社的打击行动之难可见一斑 不过 值得人们庆幸的是 得益于周密的部署与严格的保密行动 在这场用兵规模最大 抓捕对象最多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中 警方没飞一枪一弹 并不血认地就摧毁了博社村的 18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 并捣毁了村内全部的制毒工厂 和一个炸药制造窝点 仅仅在当晚 警方就从博社村中缴获了近三吨冰毒 博社这几年的冰毒产量之大 可以想象 与此同时 博社村这个地下冰毒王国的教父蔡东佳 在惠州华斯顿国际酒店被逮捕 他前往惠州 是想要把前两日 在惠州被警方抓获的堂弟蔡良火给捞出来 2016年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依法判处蔡东佳死刑 蔡东佳提出上诉后 二审维持原判 2019年1月17日 蔡东佳被执行死刑 首脑伏法 老巢崩塌 中国制足第一村博社村已成过往 此后 随着其他几个规模较小的 毒村里的制贩毒产业链 也相继被拔除 在陆峰盘踞多年的毒品生意 终于被斩草出根了 这30年来 善伟陷入了10年走私 10年造假币 10年制贩毒的怪圈 如今 善伟应该如何回归正常的生产生活 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只有为当地人民 找到一个合法有效的致富道路 才能彻底解决犯罪经济死灰复燃的问题 比如 云南省的毒村卡南村 就通过军民共建 政府扶持等方式发展经济 帮助村民成功致富 从而完成了脱毒 在此次雷霆扫毒行动之后 政府在继续强势打击的同时 还加大了宣传普法教育力度 更核心的是 政府还加强了产业引导 力图为当地群众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举例来说 尚伟市政府根据博社村的实际情况 在渔业和农业方面 对村民进行了帮扶 还通过各种优惠政策 鼓励有能力的村民 外出到猪三鸟等地发展 再回乡开办工厂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扫毒行动后的三年内 博社村已经有近3000人外出打工 2014年 省政府牵线 深圳罗湖全面对口帮扶扶扇尾陆丰 进行脱贫攻坚工作 扇尾全市的经济发展 也逐渐走上了正轨 一直困扰着扇尾的顽疾 交通不便的问题 终于得到了解决 自2013年12月28日 下山高铁扇尾站正式开通以来 扇尾又新规划建设了广扇高铁 申会扇高铁 扇扇高铁等6条高铁路线 其中 申会扇高铁 是中国第一条由经济特区 至地级市的扇级高速铁路 也是中国第一条 时速350公里以上的 扇级高速铁路 凭借着申会扇高速铁路 深圳对扇尾的辐射带动作用 将大大加强 早在2008年就被设立 却因为各种原因 没能发力的 深圳扇尾特别合作区 也开始飞速发展 在2015年进行了新城建设 营商环境的改善 使新城顺利引进了IT 新能源汽车和新材料等多个潜力项目 当地产业结构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此后的三四年间 扇尾不断壮大电力能源产业 铺开海工基地建设 经济稳扎稳打的发展 GDP快速增长 2020年第一季度 新冠肺炎疫情最为凶猛的时候 扇尾GDP依然保持了1.9%的增速 是广东全省 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地级市 如今的博社在曾经插着 禁止乱到制毒废料垃圾告示牌的地方 树立着一块写着 深入持久开展禁毒斗争的大型宣传牌 在博社村小学朗朗读书生外 教学楼上挂着的标语 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而是真爱生命远离毒品 一切的一切仿佛与其他地方处处不同 但其实又没什么两样 只有当地人知道 他们已经跳出了命运的泥沼 曾经的海陆风如今的新扇尾 大好光景近在眼前 这里是冲浪普拉斯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期见